做客服的考核当中 最重要是哪一点呢 最重要一点是了解客户的一个心态 了解客户到底需要什么 而我们能够给他什么 我觉得他的资源其说 他的确是不自信的 为什么 他刚回答我的问题 他也不专业 他是作为一个数据分析的 一个培训的一个管理者 但是他说到客服最重要的指标 居然只是说是 对客户的需求洞察 其实如果知道管理过客服 都知道说 那个如果是授钱客服 他最重要的指标是 这个销售的转化率 而对于客户 这样啊杨荣啊 杨荣你先别急 我当刚才何伟杰给我的回答 让我有点诧异啊 他说他要学习表格数据 最后居然说出了WPS 难道你以前做电商客服管理 你不会用Office吗 会用但是不熟练 你要学习办公软件 然后去转变你的求职方向 你不觉得这 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吗 其实是有的 就假如说我 假如我要实践呢 我都听不下去了真的 你现在工作不能实践吗 你刚才回 我觉得你就是 现在就在自圆其说 对 真的你 我真的有点生气 陀老师知道 原来我们有一家公司 就是专门做那个 电商代运营的 就是我们原来是做过这个的 其实在这个电商运营客服岗位 和这个所谓的后勤岗位 他们有两个最大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他们的KPI是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就是客服你是要扛绩效的 扛业绩的 那么后勤是不用扛的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你做产品 不管是销售还是客服 你都特别受制于你所拥有的这个产品和服务 你卖什么很重要 但是他们往往是跟卖什么没关系的 如果他们摊上了一个不好的产品 摊上了一个不好的这么一个市场的话 那么他非常被动 你是不是考虑到这个 所以你觉得你想回避掉市场对你的考验 然后你说我干脆做这个后勤算了 并没有躲避这个考验 我觉得韦杰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只是认知上 可能他对于这个后勤克服的定义 跟咱们理解的不太一样 是不是韦杰 因为我们理解的后勤 谁教你的这件事 还是你自己悟出来的 我说学习这些办公软件 那不是平时捎带手就能学会的事吗 就即使是我们这些人 应该各个都会做幻灯片 做这个word 会excel都会吧 对不对 这个不能成为你转职业岗位的 这样一个支撑点 所以说韦杰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你的职场规划 你的求职的动机 你的这个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逻辑 不能说服我们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第一轮选择之前再问你一下 你的第一选择 依然是行政后勤管理工作吗 我刚刚说的是两方面 第一个 我说第一 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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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并不是 这个只是第二选择 第一选择是什么 第一选择是电商服务管理方面的 第二选择是行政后勤管理 对 好 那我再问你 如果是基础性的岗位你做吗 比如说普通的客服 和普通的后勤工作 行政后勤工作 普通的客服 我可能会选择性放弃 嗯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韦杰最开始想到了这一幕吗 我知道 你知道会出现这一幕 因为我 因为你看 最后一个逻辑也行不通 你以前挣过一万多块钱一个月 做电商客服管理 现在你居然会接受四千块钱的行政后勤管理工作 你说你想得到的是晋升 难道做电商后勤管理 电商这个客服管理不能晋升吗 其实 其实我最失望的是 我想更加补权自己的一个点 就是说 我不可能去一直去工作 我需要的是创业 创业 对 你的意思是说 做行政后勤管理工作 是为了学到一些行政方面的架构 公司的管理 然后以后就创业 对 好吧 我刚才跟雨昕两个人还在沟通 她虽然少年老成 也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可能真正是因为 就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成了她的一个短板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因为她的见识 她的逻辑 她的思辨 会让我们沟通起来 沟通成本非常高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真的是为什么我们说 还是要书读多一点好 可能这就是一个例子了 我就觉得在职场上 不管你读过多少书 不管你有多少经验 但是其实职场 还是需要精气神的 就是整个伟杰呢 我觉得不是少年老成 就是感觉她不是特别有精气神 所以这个呢 我想每个公司可能都希望小伙伴们 不打鸡血啊 精精神神的 所以精神一点 可能你未来会走得更顺 我觉得不是精气神的问题 小叶 我觉得伟杰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底气 是缺乏底气的问题 其实伟杰自己应该很清楚 如果自己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 不说去正统的系统的学习 而是去学一些专业 去考一些这个专业方面的资格证 这样的话 你可能对自己的知识